中国异象平线 贵州已经连续15天下冰雹 15号更涂与14级大风 近期暴雨 狂风 雷电 冰雹等 恶劣的天气同时袭击中国各地 5月16号到17号 至少8个省份发布雷暴 狂风 冰雹 山洪灾害等预警 近期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 京东阿里巴巴的股价从高位跌落相当惨烈 三支股价平均跌幅40.56% 合计市值蒸发3.08万亿元人民币 约台币13兆 此外美团股价近日已经历了9连跌 有分析认为 中共当局的反垄断管制压力 是中国电商股价暴跌的原因之一 日本警察厅长官松本光红 4月22号在记者会上 正式确认中共对日本的网路攻击负责后 在国际网路安全界引起了轰动 日经称这是日本首次展开攻势 将北京列为对该国网路攻击的罪魁祸首 从那时起 日本国家警察厅收到了大量 来自外国政府和媒体组织的大量问题 询问有关中共网路攻击的相关问题 17号香港区域法院审理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何俊仁等10名民主派人士 被指2019年10月1号中共国商日参与非法集结 10名被告都承认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 案件将于5月24号听取辩方求情 5月28号判刑 民政召集人陈浩环表示已做好准备 呼吁港人不要放弃民主自由等基本权利 何俊仁则强调失去自由是为更多市民 能行使公民权利 绝对义无反悟 不会后悔 新唐亚特电视整理报道